今天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要分享给大家 现在我们即将进入11月 距离2024年结束只剩下两个月了 因此在迎接11月的过程中 我向主祈祷 这是主赐予我的信息 我将与大家分享两个重要的信息 并且会尽量简短 无论你身在何处 这两个信息都十分重要 第一个信息是关于美国的 如果你身在美国 请留意这个信息 第二个信息适用于每个人 不论你在哪里都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即将进入11月和12月 即将结束2024年 我们需要了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第一个信息 是我在一个很短暂而神秘的意想中看到的 那时候我正在睡觉 就像一个梦 我梦见自己站在美国 看到远处的云层中有一些物体在移动 初看像是无人机 它们是红色的 过了一会儿 这些物体向下一动 当它们接近地面时 我发现它们不仅仅是无人机 而是像蝴蝶一样的生物 体积稍大 依然是红色的 这时 它们的数量增加了 云层中充满了这些物体 然后 这些东西降落到地面时 我才看清 它们其实是红色的纸张 上面写有字 只是红色的 但字是用白色墨水写的 写着红WI红WI 大量的红纸覆盖了整个美国的土地 整个国家都被红色填满了 这一项非常短暂 我很快就醒了过来 感到疑惑 不明白红色和WI之间的关联 我开始祈祷 向主寻求对此信息的洞见 随后 主让我感到 一些象征红色的政治党派 将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胜 我不希望大家立刻接受这个信息 而是希望你们能通过祷告 来寻求主的洞见 验证这个信息的真实性 这并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 你们就必须相信 而是我确信 这是主给我分享的信息 一个象征红色的政党 将会赢得选举 接下来 会在11月5日之后 发生一些事情 因此你可以看到 我的缩略图上标有这个日期 11月对美国来说 可能会有些艰难 因为在这个政党 被宣布为胜利者后 美国某些地方 可能会出现混乱 内部冲突和误解 起初 这些事件可能看似 是选后的一些正常现象 尤其是在一个党派获胜后 另一方不满 并引发支持者的抗 义和混乱 然后会引发骚动等一系列事件 如果不小心处理 情况将变得十分严重 许多生命会丧失 财产会被摧毁 可能会爆发致命的冲突 造成大量伤亡 所以神让我传达这个信息 如果你身在美国 需要开始祈祷 因为你可能不希望你的家人 甚至你自己 卷入到选举后的这些事件中去 恶魔正在策划一场可怕的灾难 这场灾难 可能会在选举之后发生 而我们并不希望这件事真的发生 这是神让我传达给美国人民的 一条简短信息 尤其在即将进入11月之际 我知道你们已经在祈祷了 美国的基督徒兄弟姐妹们 即便你们不在美国 我也希望你们能支持美国 因为谁知道你的家人 亲戚 甚至你自己未来可能会到那里 类似的事情 也可能在你的国家发生 因此当这种情况出现时 我们需要支持我们的兄弟姐妹 尤其是在这个恶魔可能兴起的时期 我的主要关注是美国还有许多人 没有获得救赎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他们在未得救赎的情况下丧生 你认为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我们在加州开始传福音的原因 我们已经在加州进行了两次福音传教活动 希望神赐我们力量去到其他州继续传扬福音 如果你是基督徒 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远离投票 或参与选举活动 你应该出去投票 但请务必在出门前祈祷 投完票后 与家人一起留在家中 学习神的话语并祈祷 不要参与任何争论 也不要参与当天的任何活动 主说 不要让自己卷入当天的任何活动 你可以去工作或处理其他必要的事情 但如果投票后没有其他事情 就待在家中 不要出门 让我们看看神会做什么 接下来 关于冷淡的基督徒 主告诉我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变得冷淡 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重要问题 是什么原因导致人变得冷淡 有时候我想不通 为什么我们会让自己被恶魔欺骗 成为冷淡的基督徒 这就像你一部分信仰在神那里 另一部分信仰却放在其他地方 这种状况在灵魂层面上是十分危险的 正在吞噬很多基督徒 主让我传达这个信息 警告那些把信仰分裂开的人 随着年末临近 如果你真的想看到神的善行 就必须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神给了我两个信息来与大家分享 我会快速读给大家听 如果你处于这种情况 必须尽快脱离 因为我们处在末世 时间已经不多了 第一个信息来自约翰一书 二章十五至十六节 圣经上说 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重复来的 但这是来自世俗的事物 这个世俗的事物 分散了许多基督徒的注意力 有些人自称得到了救赎 曾经与主有亲密关系 但他们让世俗的事物 将他们带离了神 他们曾经与耶稣基督有关系 但现在他们专注于世俗活动 追逐情欲和物质欲望 表面上 他们似乎是基督徒 每天去教堂 祈祷 看起来很虔诚 但他们心中 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对神的爱 因为他们的爱和信 仰以被世俗活动所取代 这使他们变成了冷淡的基督徒 因为他们看起来既冷漠又热情 有时看起来 似乎和耶稣很亲密 但实际上 他们的内心已远离了神 约翰一书中说道 我们不该爱这世界 也不该同时爱神和爱世界 这样是行不通的 你不能把心分成两半 就像我不相信 一夫多妻智一样 我不想深入这个话题 但对我来说 我不可能爱两个女人 即便我决定娶两个女人 我也只会全心爱一个 而不会去爱另一个 因此 我宁愿选择一个真正爱的人 而不是伤害另一个人的感情 同样的道理 基督信仰中也是如此 你不能既爱神又爱世界 我们的心只能朝向一个方向 不能被分裂 不要被欺骗 有些人以为自己聪明 既参与世俗活动 又看向神 这完全是错误的 这正是圣经所警告的 神让我传达这警告 如果你真的想完全看到他 感受到他的存在 并与他建立牢固的关系 那就停止爱这个世界 远离那些世俗的诱惑 如今 当你拿起手机上网 看到各种豪车 豪宅等世俗的东西 虽然这些东西本身并不坏 神也祝福所罗门使他富有 但你首先需要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当你优先寻求与基督建立坚实的关系 神会把这些东西加给你 只有当你专注于他时 神才会将财富赐予你 因为他知道你能够妥善管理这些资源 我们处于末世 因此专注于我们的救赎和死后的永生至关重要 让我们把世俗的事情放在一边 问问自己历史上有那么多富豪 甚至比比尔 盖茨 埃隆 马斯克更富有 但他们去世了 你有想过他们现在在哪吗 他们在世时拥有了一切 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死后去向何方 所以 我们应该更关注死后的去向 而不是在地上享受的一切 因为地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 而死后或审判后的结果是永恒的 要么选择永恒的定罪 要么选择永恒的生命 这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我会为你祈祷 如果你是冷淡的基督徒 你需要开始转离那些让你变成冷淡基督徒的事情 神给我的第二条信息来自《启示录》三章十五至十六节 圣经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因为你是冷淡的 既不冷也不热 我将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 这不是很可怕吗 读到这样的信息甚至令人害怕 神对那些冷淡 既冷又热的人并不宽容 你要么冷 要么热 如果你想冷就保持冷 如果你想热就保持热 不要试图两边都沾 这正是魔鬼用来欺骗许多人的手段 许多基督徒既冷又热 他们被欺骗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与神有关系 但实际上并没有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 你不能既与神有关系 又与世俗有关系 这是神让我分享的信息 正如我所说 我不想让这段视频太长 感谢神的恩典 今年我们开始了我们的宣教项目 今年我们已经到过四五个国家 这都是主的恩典和怜悯 也是你们的支持和祈祷 成就了这一切 我知道我有一些非常可爱的跟随者 无论你们在哪里 感谢你们为我们的宣教团队和事工祈祷 那些通过经济支持或自愿前来的朋友 我会一直为你们祈祷 我知道你们这是为神而做的 不是为了我获伟大奇迹大道 而是因为你们爱神 我们作为基督徒 需要一起努力寻找那些迷失的兄弟姐妹 这正是耶稣基督所做的 在百只羊中 即使失去一只 他也会离开那九十九只 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 那么 为什么我们要安坐在家中 舒适地待着 而不去寻找迷失的人呢 这是主让我去做的事 我也很感激 神赐予我这样一群 可以一起侍奉的人 虽然我从未去过任何国家 但当神召唤我时 祂告诉我 不论我身处非洲还是别处 通过祂赐予的事工 我将接触到许多国家 这就是我们能够在各国组建团队的原因 我们在美国 英国 南非 肯尼亚 加纳和尼日利亚 都有宣交团队 甚至在菲律宾也在建立新的团队 我相信神的承诺一定会实现 所以 不管你身在何处 神都会使用你 请向神场开你的心 我曾经发布过一段视频 讲到我们最重要的三个祈求 请神让我们张口说出祂的话语 打开我们的耳朵 聆听祂的话语 并睁开我们的眼睛 看到祂要我们做的事情 这是末世 我们最需要祈祷的事情 其他事情虽重要 但我们不应总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 自私的祈求我们需要的东西 我们也需要了解神的心意 并去行神的旨意 让我们团结起来 寻找迷失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也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因为耶稣基督即将再来 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祈祷 如果你感觉自己正在失去与耶稣基督的关系 因为世俗在将你拉离他 请闭上眼睛 让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 我感谢你带来这个信息 我知道 随着我们进入十一月 将会有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 但你站在我们这一边 将会保护我们 引导我们 我把美国交托在你手中 祈祷你在他们接近选举时 保护他们 引导他们 让那里有平安和安宁 我们祈求并斥责魔鬼 在美国所计划的一切 以耶稣的名义求你阻止他们 天父 正如你给我关于冷淡基督徒的第二个信息 我祈求你 触摸今天 观看这个视频的每一个人 如果他们因为被魔鬼欺骗而离开了你 我求你拆遣你的天使 触摸他们的灵魂 触摸他们的身体 提醒他们 你给他们的美好应许 也提醒他们有永恒的审判和定罪 亦有永生 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是我所有的祈求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弟兄姐妹们 请帮助我分享这个视频 让更多人看到 也请点个赞 我知道这将帮助到我们 非常感谢你们 愿神保佑你们 总结 进入11月的提醒 传达的信息是 在11月5日后 美国可能会发生选后冲突和混乱 尤其是一个以红色为象征的政治党派获胜后 传达人建议大家在投票后尽量待在家中 避免参与任何纷争 警示美国信徒 呼吁美国基督徒祈祷 寻求神的保护 并避免在混乱事件中受到牵连 信息指出 这次的选后冲突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 因此需要警惕 警告冷漠基督徒 强调要坚定信仰 避免被世俗之士分散注意力 神的话语警示 信徒若信仰动摇 或部分依赖世俗 会被神吐出 关注永生与审判 呼吁基督徒重视信仰生活 不要被物质财富和世俗诱惑分心 而应关注死后和审判后的去向 选择永生而非永恒的惩罚